韩光君微微一笑,并不开口,魏公子扯了他袖子哄道,好,好,明天我酿新的,肯定不让你喝醉了。 我拿了竹篮,装了几壶桃花酿,魏公子,这是新酿的桃花酿,你试试。 魏公子眼睛一亮,看看韩光君,从里面拿了一壶出来,他回来不许我多喝酒,我只要一壶就好了。 韩光君,倒是少见你这么听话。魏公子,我向来是急听二哥哥的话。 韩光君,是吗?意味深长地指了话语,看着魏公子不知为何红了耳朵。 我,可还要试试别的酒,也有度数极浅的,必不会喝醉。 魏公子笑了,不用了,他急挑剔,除了我亲手酿的,别的酒他都不喝。 韩光君,也可以试试。 魏公子,你想喝别人酿的酒,二哥哥现在学会喝酒了,还会四处撩拨了。 我,魏公子签了韩光君,连告辞的话都没来得及说,桃花酿也望在柜台,气呼呼往外走。 你回去,给我解释一下,你这次出去都干什么了? 我拿了被遗忘的桃花酿,笑,这天子笑在好,桃花酿在香。 也比不过魏家中人亲手酿的那一口便醉得清酒吧。 魏无羡自认是个闲不住的人,一段时间便会想了法子,哄了他家韩光君下山玩去。 借口也是花样百出,天子笑喝完了,小灵嘴没有了,要下山看看有没有新酒上市。 彩衣镇新开了家小店,下山回来的小辈说,店里小玩意即是新奇,一定要去看看。 他家韩光君只要有时间,没有不一的,必要抽了空,陪他下山玩一天。 心满意足买了满怀的东西回静市,又安安分分在云深不知处待着。 等下次闲了,又再想了理由缠了韩光君去。 所以,想下山玩,向来是魏无羡干的事。 但是,最近,魏无羡发现,蓝忘机却常常下山去,还不带上他,这就很奇怪了。 魏无羡早上醒来,看见桌上放着还温着的早饭,身旁的人,早已不见踪影。 他摸着下巴想,蓝湛难道遇上什么难事了? 还没来得及细想,思追和景仪带着小药桐进了院子。 魏无羡看着小药桐皱着眉,今天还要贴药。 我的腰伤全好了。 小药桐拿出膏药,边点了小炉边,轰热边说,这是师父交代的,说腰伤表面好了,里面还未好全,要再贴几日才行。 景仪抱了剑在一旁点头,嗯,对,韩光君也是这么说的。 魏无羡前段时间,带着小辈们外出除碎,腰受了些伤,疼了半月有余。 药格的小药桐每天定时过来给他贴膏药,魏无羡感觉自己浑身都是药味。 这半个月,蓝湛什么都不让他做,更别提到处完了,只能老老实实待在静时。 每天早上等药师或是小药桐过来贴了药,才能在云深不知处活动一下。 魏无羡,想想,自家道旅看到他受伤时候的脸色,没敢吭声,摸摸鼻子,老老实实贴药,老老实实待在云深不知处,都没敢提下山完。 魏无羡问思追,最近韩光君可有遇到什么难事? 思追想想,摇头,没有啊,最近都挺太平,没什么事发生啊。 魏无羡摸摸下巴,可是我看你们韩光君最近都三天两头下山去,晚上才会来,是不是有什么事,没告诉你们。 景仪蛮不在乎地说,反正韩光君一定是有正事,他瞒着你,必有瞒着你的道理。 魏无羡吸一口气,看着景仪,景仪,你对韩光君倒是无条件相信啊。 景仪说,难道魏前辈不相信韩光君吗? 魏无羡,倒不是不信,只是你们韩光君向来有事不瞒我,有事瞒着我,我才奇怪吗? 思追想了想,说道,我和景仪明日要下山,要不,我们帮你探听一下。 景仪笑,思追,探听一下,那得悄悄跟着韩光君啊,我们被发现,那可是罚钞罚定了。 魏无羡拍了景仪一下,你这小没良心的,我帮你免了多少次罚钞,就算被发现了罚钞,你钞一次能怎么样? 第二日,景仪和思追果然下了山,并赶在韩光君回来前,赶了回来,跑到静氏找魏无羡。 景仪趴桌子上嘀嘀咕咕,魏前辈,韩光君去了一家药馆,没有什么特别的,就是药馆的老板女儿长得特别好看,韩光君去了几炷香的功夫才出来。 思追扯了一下景仪袖子,反驳道,那韩光君进去,和那老板女儿好不好看没关系,韩光君进去,是老板招呼她进去的。 景仪,我也没说有关系啊,但是奉茶给韩光君的是她吧,眼睛一直盯着韩光君,哼,而且,她也没有为前辈好看。 魏无羡,嗯?这是夸我。 景仪,我假装抓要进去打听了一下,说韩光君隔天便去那药店一次,问是做什么,可是没问出来。 夜幕降临,蓝战回到静氏,看见静氏院门口的灯一点亮,屋里灯火明亮,人刚进门,魏英。 魏英人却不在屋里,刚想寻一寻,只见院外私追和景仪扶了魏无羡进来。 蓝战赶紧过去,将人接过福尽静氏,这是怎么了? 景仪,魏前辈去我们那吃饭,回来的时候,没注意,踩空了一下,刚好的腰伤,可能又有些撑着了。 送走了景仪和私追,蓝战看着魏英叹气,我不过出去一日,怎么又伤着了,好不容易才养好了些。 魏英半趴在榻上,想起来,哎呦,又趴下去,疼得紧。 蓝战将宝贝盖好魏英的腰间,拿了回来拿的包袱,进了院里的小厨房,听得他哐哐当当一阵忙,魏英趴着迷迷糊糊糊都快睡着了,突然感觉腰间有一块热热的东西,敷上腰间,顿时醒了,似魏英想回头看看是什么。 蓝战按住他,别动,热热地敷一会,腰会舒服很多。 魏英,这是什么? 蓝战,严厉。 蓝战趴着,好奇地扭了头,好像是舒服一些了。 蓝战,你哪学的法子,老药师告诉你的。 蓝战摇头,民间的土方子,上次听说镇上有家要垫制腰伤有秘方,我寻了去,学了方子,只是要将严厉炒热了,要加些药材进去,只能去药店学,颇费了些时日,否则你也少疼些日子。 魏英被敷得极舒服,语气变得黏黏乎乎带着笑,嗯,听说人家老板的女儿还挺漂亮。 蓝战的手停了一下,继续揉着,语气淡淡地,你这腰伤,大抵是好了,还有闲心关心别人漂不漂亮。 魏英滴滴地笑,被热言轰得腰间发软,蓝战用手给他再揉着,舒服得快要睡过去。 睡迷前抓了蓝战的手,蓝战,你真好。 迷糊间似乎听得蓝战叹气,你好好的,我便更好。